好 早 我們今天測20分鐘 益金金我盡量把它精簡講完 益金金還是會 一段就講一遍講一遍 上次講三次我本來講分四次講完 然後第二段是15分鐘的 漢桓跟穴道 第三段是15分鐘的 鱗魚鎂跟巧克力 我們現在就開始 第一次 各位這邊看著 我們現在是直接上youtube的 然後直播的是在這裡 歷聲齊盛時 黃鴻守當兇 氣如神接戀 新陳貿易工 那我一面講一面解說 基本上這三次我們上次講了 現在就講簡單一點 最重要就是廢 廢所在裡面其實中交 下落大上會不會不上數位 然後這個廢跟第五次的時候 它有些交集 我們在解說 然後各位看第二次 好各位可以在它的身上跟這個胸骨 各位可以看到這胸骨 所以從第一次它的胸骨就慢慢慢慢打開了 那打開所帶動的肌肉呢 我今天盡量能點到就點到 而我們益金金 它最重要的事實上在肌椎骨 因為肌椎骨的活動呢 事實上從頭痛一直到腳底肌膜炎 全部都是腦積水問題 所以我們等一下再講 岸盤穴道會提到 日本現在一個當紅的女醫師 76歲 東京大學畢業的醫科 她是叫天爺慧子 76歲 她在講女性醫學 她還講了一個病事 叫做慢性疲勞症狀症 慢性疲勞症狀症 又叫做慢性腦肌水炎 那後來各種醫學單位或醫生有異議 所以2015年美國的國家醫學會 所以她就把它定名為 系統運動不耐症 所以這個在益金上 尤其益金金裡面 或益金金的教練裡面 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你的腳底肌膜炎 你的頭痛 99.99% 如果腦積水有 直接或間接的關係 所以簡單講 像現在第二次 她現在把肩胛骨往後拉 剛剛第一次肩胛骨往前 所以肩胛骨的帶動呢 各位在看的時候 這肩胛骨 它就是我們這個肩胛骨 左邊跟右邊帶動的時候 就有它的不同的地方 簡單講 肩胛骨它有17塊7肉 就是從整骨斜方肌開腹 一直拉到 斜方肌一直拉到 第十二胸椎 然後背後肌呢 大概是七八椎左右的胸椎 連到我們的公骨 然後拉到微底骨 那這兩塊肌肉是最淺層的 希望肩胛骨骨 那主要的運動都是這兩塊開始 所以一個人的老化 年老年長 都在這個地方做表現 所以一個 越可愛完整的話 它肌肉是完全是 應育感蠻好的 所以這個我們在看它的時候 腳趾抓地 那是腳抓地 兩手平開 心平氣勁不認不來 這個就是從第一次的 黃鴻手當中 手把胸腔的氣 保持一個理想狀況以後 第二次就是把腳跟 整個抓的地 所以抓到地以後 它的腳底 它本身老肌髓 它是有從腦部的這個 脈絡從 就是整個講就是 側腦式 第三第四腦式 一直到脊椎 腰椎第二椎 這一段 它的腦脊椎在這裡走動 那現在的醫學來講就是 它很進步 是它腦脊椎 它是一個檢驗 作用比較大 治療效果並沒有意義 除非你的腦脊椎一滲透出來 那講脊椎是一滲透出來 最常見的就是 頸椎的肩膀的疼痛 像有人五十肩 沒有辦法跑 然後去看醫生 你這個腦脊椎一滲透出來 然後外科醫生就做了一個小小的處理 那一般來講 十八九呢 醫生確定也不會 也就是建議你休息 就是要充滿的休息 然後適當的運動 來讓你的腦脊椎 跟你的身體的五上六五十二 七七八八 達到核心的境界 第三次 那我們會在重點是 就是 第八四跟十二四 十一十二四這方面 來做強化解說 掌頭天門木山關 腳尖沼地立身端 立周腿斜文如池 十二可身經 將二頂鼻黏調徐絕心安 這個速度就是 他現在腳大拇指炸根的地方 腳大拇指呢 他是肝筋脈所上去的 所以第一次到第三次的時候 他一直從肺筋脈到肝筋脈 肺筋脈是十二筋脈第一條 肝筋脈十二筋脈最後一條 肺筋脈是十層是飲食層 就是早上三點到五點 肝筋脈是晚上 早上一點到三點 所以 那我們這個就是 掌頭天門木山關 腳尖沼地立身端 立周腿斜文如池 池 池住的池 咬解牙根鋒很鋒 牙齒是壞股 蛇可身經將二底 鼻能調徐絕心安 兩千萬萬手一處 用力還要加重看 我們做第四次 因為後面還很長 這個第三次 有個觀念就是 咬解牙根鋒很鋒的時候 沒有一個人 所謂他是身體很好 他身體很好 不好他兩個牙齒 牙關可以一起咬解 不然一般人只會咬解一邊 另外我們習慣 有一邊在吃東西 所以你不可能兩邊一起吃東西 所以這樣的習慣 造成了一邊發達一邊不發達 所以你在咬解牙關不發達的時候 蛇可身體這樣也自然在你的口腔裡面 會出現一個腳口腔的動作 這是很自然的 所以你掰挺是咬緊 咬著不怕 然後但是咬緊它慢慢 自己會沒辦法平衡 所以他會兩邊會開始協調 在協調的時候 你還繼續告訴自己 這樣的觀念的時候 他就會出現 揪淋的時候 也就是說 咬緊牙關是fighting B-I-T-E 然後再來他就變成揪淋 蜀捲 這是咬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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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咬緊的時候 它是咬雞 咬雞 涅雞 為主 液內雞為主 蜀捲雞 就把液外雞 包括所有的蛇骨肌群都帶上來 所以這樣的情形的時候 在第四次的時候 更漂亮的是 吃手前前掌骨頭 更從掌內注射膜 鼻端吸氣平條形 用力收回左右膜 那這個地方呢 我們在脊椎骨上面的時候 它有很漂亮的狀況 就是 它這叫體幹的肌肉 體幹的肌肉呢 各位看起來 這遠遠看 大概跟各位解說一下 這最重要的是 我們的頭骨 枕骨 下來以後 它的 就是有個上向線 上向線跟下向線 上向下線是 後腦的上向線跟下向線 下向線是 頭後大小直肌跟上下斜肌的主要 中指點 所以在中指點的時候 你現在在轉動的時候 它也一樣 它從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 它是頭後大小直肌 上咬斜肌 咬住它 後面會咬住它 那咬住它的時候 扣花扣會定來的時候 它是整骨 第一頸椎第二頸椎 那這裡會帶動我們的追動脈 追動脈跟最近脈 那更重要的是 它在下向線 這個 下向線 整骨 整骨它這個有上向線 這叫上向線 這下向線 這下向線 這下向線就是 我們整骨第一頸椎第二頸椎 它頭後大直肌小直肌 頭後上斜肌下斜肌 也就是頭後大小直肌跟上斜肌 都靠在下向線 中指在下向線 然後起始於第一頸椎第二頸椎 好 也就是說你從第一次一直到第十二次 完全做不夠的時候 你這 團肌垂肌 口水已經才有價值 那你前面十二次做不夠 是 效果就沒那麼大 所以任何一個教練 基本上他前面十二次不要做 那因為我有點同期取消 但是我三八次就做十分鐘 然後隱蔽痛我做七分鐘 所以我一天讓貴定下來 大概四十分鐘到五十分鐘的 液晶機跟混沌 天天做很可觀 可觀到什麼程度 很多事情都心想事成 就這麼簡單 所以在身體上的運作上的時候 這個上向線最重要是下向線 下向線是在這個地方 你開始做的時候 第一次到最後全部都是 初學者都這樣 好到了一個程度以後 你的上向線呢 它是什麼套呢 這個C3到T3 這頸椎一共有七個 T有十二個 胸椎有十二個 那這情形在整個運動 運動狀況上的時候 因為你這樣一手拉的時候 是這邊再有力 這邊拉是這邊 右側拉是右側的物理 左側拉是左側的物理 左側拉是左側的物理 你在換變 一樣 在換變關係 因為這個動作 跟等一下第六四 它是相槍相扣的 好 這個動作做的時候 各位可以體驗到 它後面的動 跟胸手乳肌這種是一樣的 你壓下去 主人這就用力搖緊 這邊 後面這一邊 外邊點一樣 好 第五四 第五四最重要的是 跟第一四 它是挺身兼入木 兩手推向前 用力收尾處 工序七次拳 好 最後差不多你就說七次 因為後面還有七次 時間還有八分鐘而已 我們使得這樣子講課 那我想讓各位同學 讓各位教練 能夠更扎根 那這個協會真的要更強壯 費金脈 它有個絕膩的絕 這個教練呢 基本上就是走行銷 很往生命上很多 靠去自己要看 然後做筆記 絕膩的絕就不通 絕念絕它就有很多很多 要告訴各位的 那費金脈的絕力是閉絕 心經脈的 心經脈勢動力是閉絕 手臂的閉絕 閉絕 閉絕的意思就是說 費金脈是呼吸系統的閉絕 心經脈是循環系統的閉絕 你循環系統的閉絕 你循環系統去閉絕的時候 它心經脈攀背 它就知道了 我再講它現在在背 勢動則並 Konsyn化 whirlpool 大 Legend 大人講是明 心經脈似動病 第一個是 肺腸蟎 废 pelo膽 就是閉絕 就是 呼吸系統就是會生而口種 心經脈是 煙幹心動可育 就是你舌頭會有問題 會舌短 臉胃腐 這些就是星期盤 簡潔的我馬上跳到其他跟各位講 胃大腸 胃皮心小腸 膀胱腥膀胱肝 這十二次的話 我大概簡單跟你們解釋一下 橫河墓以上心肺只有兩個叫臂血 橫河墓以下有四個血 血涅血 一個是骨絕 骨絕是什麼呢 是腎筋脈 骨絕是動得必欺負欲死 骨絕 它是腎筋脈 然後再來是幹絕 是胃筋脈 再來是懷絕 再來是養絕 這個是膀胱筋脈 這是胆筋脈 這是胃筋脈 那中國醫學 在這些年來 事實上 那個 大野良子 大野慧石 大野慧石 最近當我突破很大的事 就是 它很多觀念 還有在AGA裁判它的狀況 正式在做的時候 它是小腸筋脈 但是我們剛剛跟各位講的 現在不只是上面的肌肉帶動 下面的肌肉也跟著帶動 下面的肌肉帶動的時候 它的骨盆 骨盆的肌肉群 就跟著強化了 所以 骨關節的肌肉群呢 各位大家可以看一下下 它這裡 內收就是內側 內收大長短 內收短到大手掌 然後臀部 大中小張 你內外也放 所以這些骨關節的骨盆卡進去以後 它活動的功能就不一樣 所以對你的骨骨會幫助非常大 所以第七是 車手彎弓 暴敏騎警 刺頭收水 活血逆門 左右向人生殖騎警 剛剛第六次 梁北厚森檢區小一區抠鬆 又立在兩板 完全迅速鑽頭 這簡單講 它從頭到腳 全部都困在裡面 所以它的腦還是在運作 從第一次 新陳貿易工也是腦在運作 所有的液晶晶十二市跟大座 市上 它全部回歸在腦 積水 正統來講 它是乾經脈跟任督 還有糖果肌脈回鎖 在代表 所以車手彎斷行之後 所以活血逆門 主要用生殖騎警 它上面五個五區 四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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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很痛苦 要咬得很難過 把它凝轉到很極限 但是你還要保持生殖騎警 那脊椎骨還要正 你的脊椎骨還要好 然後 第八四 以前我們原則上 暫時是二十分鐘一千斤 我就反覆地反覆地講 上二肩身則 張摩翼住搖 腳開燈士巨 首二馬龍拉 兩掌團齊起 千斤重駕 鄧金兼開口 齊立腳無斜 那這個就是上二頂的 後面剛剛講的 頭部大小之氣 上二血氣 也要很吃力 所以這卡得很緊 那你如果基本上 我個人建議是 早上起來二十分鐘 那你自己每一天選擇 你自己感覺哪個境外最差的 把它強化 譬如你腰腎 感覺不夠好 就第八四強化 你呼吸系統 最近有感冒 就是胃筋外 那有腸病毒 那就是大腸跟小腸 第二四跟第五四 第六四來強化 那時間可能上到五分鐘 十分鐘 其他三十秒 一分鐘做完 那二十分鐘做完以後 你打坐個三五分鐘去調戲 好 第九四 三八四 三八四 我自己也蠻懊惱自己 後面那一條 我們沒有辦法做到 垂直到八十度 七十度 那九十度就不用想 就是那個微底骨要非常有力 微底骨它有個尾椎體 尾椎體是在尾椎的前面 它是像頸動脈體 這兩個是發生學 從發生人人 都是胚胎開始的時候 它就開始作業了 所以頸動脈體它有幫忙負責昏蜜 也幫忙昏蜜 幫忙昏蜜 八度胺就是神經傳遞物質 這些神經物質傳遞物質 包括顏髓的呼吸 它都有帶動 那微底骨抵看起來沒什麼 但是它是最重要的 我在我越來越強調它是一塊 因為以後穴道會跟各位講更多的時候 各位可以體驗更多 所以垂直心靈 現在就通靈了 所以人家說頭鞋 心就鞋 但是垂直心靈 你人也差不多 所以頭跟腳它是一個相對於 第五 九 四 那我們現在就把這十二四 就很快帶過來 青龍探長 左手右手 修飾 孝師 掌歷 七十 所以君子育於義 小人育於利 不是說兩番法 好人跟壞人 君子跟小人 而是你的生命來講 要有君子的心態 就是要以義為主 建議施議 以義為主 那你的生活上還是要利益計較 要斤斤計較 要損益計較 所以生活是小人 生命是君子 第十四 兩腳分噸 生是勤 居身左右腿相跟 昂頭胸座 探前是 靠背要來視底屏 鼻形條雲出路 指尖找地的意識生 降龍鼓舞神仙是 學得身心也未生 這個是價值最高的細思 所以自己如果沒空 有過狀況的時候 第十四就這樣打 那基本條件 隔絕一定要背 兩腳分噸 你看兩個腳分噸 身是勤 是歪的 第一次是正 現在是歪的 為什麼要歪呢 它就是這樣互相調整 然後居身左右腿相跟 兩隻腳來幫忙你的身體調整 你的受不了困難 昂頭胸座探前是 把頭抬到更極限 那這個事實上 對腦積水是 如果過度會受傷害 但是事故是可以養過 扣背腰還是挺平 鼻 腰是彎 背是彎的 腰是打的 就是把頸椎胸 腰背低的打到個極限 鼻氣條雲出路 指尖找地的症 相互指尖症 也會生 好 第十一是 兩手齊齒腦 腿腰是齊肩 頭胃探跨不下 口跟捏牙關 眼耳膠塗塞 調音七出血 舌尖還底二 各位如果有在看 現在現場看 或者在看影片的 你就會看到這些動作 看起來也不容易的 但做起來更困難 要撕一層就很難 所以你這樣在做的時候 你就減少 現在長壽很容易 減少你老的時候到屋裡之家 老的時候再加護病患 要躺多久 所以不管是呼吸這樣加護病患 或者壓呼吸加護病患 或者幹細胞加護病患 各種加護病患 我想如果你不小心 你就有機會 機會進去沒有什麼了不起 還是會出不來 出來的機會非常大 但是生活品質 生命的價值 大大成功 所以疫情經 提高你的生活品質 提高你的生命價值 第十二次 西子榜生 推手之地 昂頭登步其二次 二十一次主佑生功 一氣為止 好 你做完就打算 這個不會再嘗試再教學 應該這樣講 我很多志情好友 都覺得我的努力 投資保重率 不夠甚至很低 但是甜頭我自己在吃 我自己知道 所以像9月1號到9月5號 我跟老婆在親警哲 吃那個生魚片壽司 有一天 最後一餐的時候 在雨天機上 結果我算了一下 二十三盤 一盤兩個 四十六個 一般來講生魚片十六個七個 已經壽不了 我跟郭老婆吃了四十六個 那幾天也吃了一盤生魚片 那郭老婆吃了身體大家知道 但是我現在講的就是說 你願意斷念你就有機會 那我們在吃素的念佛 佛年 修宅有道的 你媽媽跟我是 完全是北極跟南極不一樣 打坐 好 我們現在換第二段 好嗎